今天我們又來講極速簽 今天我為何會在家裡 當然是我女兒考試 我會留在家裡 家裡沒有公司那麼多食物 家裡通常都是她吃了東西 回來運輸 我今早跟老公出去吃了早餐 所以下午就可以吃極速簽 大家都知道我是1、2、3、4、5才吃 有時星期六都會吃 因為星期六我公司都忙 但我很多客人 星期一至五才吃 六天都不吃 好 我們先拿杯 這是漂亮的雪式杯 它是玻璃 所以如果你喜歡雪式杯 你也可以來我公司買這個 我覺得很方便 很好吃 其實大家都知道 我很喜歡介紹給別人 如果那些東西是好的話 我等我一會兒 其實很簡單 它所有的營養成份 其實它是一個禮物 你全部倒進去就可以了 就倒進杯水裡 如果你喜歡沒有那麼甜 那就加多點水 如果像我一樣 正常的 就250ml水 我今早就吃了個餐蛋米粉 所以其實我也是挺飽的 今天我吃完 應該就不用下午吃東西了 如果你是容易肚餓的人 可能你要加多點食物 我就不用加食物 今天下午應該 但大家都知道我會吃蠟燒食物 大家都知道我會吃蠟燒食物 我就倒進去 這樣我就勾勻它 熬完就馬上要喝了 不要攤很久才喝 它就會變成很濃稠的食物 我要熬勻一點才覺得好喝 如果你擔心的話 你可以買體驗妝 最近很多人想試體驗妝 因為不知道味道是否 如果你上來我會請你試味 好喝的 好喝的 不是每個人都減到8磅 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 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同 不過它就用它的標準方法來計 就是一個療程它講30天 但你不要忘記 我們其實是40多天的 對我們來說 因為我們6天又不吃 4月6、4月2天又不吃 輕輕鬆鬆地減 這個是極速簽 我肯介紹極速簽的特性 宿便是佔人的8至10% 宿便就像我們腸裡的角質層 即是一些角質 就像皮灰角質層 其實你要帶走它 這個方法是因為它有很高的纖維 它就會把你的髒東西帶走 所以我有一群客人 它不是用來減重的 它沒有減食的 它純粹是清洗裡面的髒東西 它想排走一些髒東西 所以它就用來吃 只是這樣做 但如果你真的減重的話 你是要代餐的 代一餐也好 代半餐也好 這樣才有效 當然了 宿便是比較臭 而且它也是一些無益的東西 因為它已經放在身體裡很久 我想給你們看 這是我其中一個很久的客人 這個客人已經生了三個嬰兒 大家知道為什麼我會做減肥 其實我小時候做減肥已經做了20年 以前我就是在美容院幫人寫減肥餐單 但隨著年紀大了 我生了小朋友 我不想每天撲來撲去 所以我才開自己的美容院 這個客人以前是我去別人的美容院 他是那間美容院的親戚 所以我認識了他 當我知道有極速簽的時候 我會發給我舊時的客人 他不想用以前的餐單方法來減肥 他也是想輕輕鬆鬆收 他就問我有什麼方法 我說不如你試一下這個吧 我記得他第一天就問我 他給了我 那時是疫情時間 買了一盒結束簽 30包 一部EMS機 一支鹽之泡泡 好像是鵝勞匯 順風給了他 差不多30天 我跟我的工程師 再問他吃得如何 Frankie就問你吃得如何 他就說了 我第一盒瘦了11磅 由168磅到157磅 現在正在吃第二盒 之後三十多天再問我 再寄兩盒給他 那為什麼人們會買兩盒 因為兩盒送一盒一盒 就是這個意思 152磅 即是吃了兩個星期 第二盒 已經瘦了5日 5磅了 他說的 逢星期六 星期日 就放假 他很清晰 星期六 星期日放假 然後 晚上 每天就代晚餐 你喜歡哪一餐 你自己選擇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你喜歡今天午餐 明天晚餐 今天早餐明天 主要是每天我們是代一餐 我們每天是代一餐 然後 晚餐 間中有半夜偷吃 早餐和平日一樣 午餐減半 但經常有做甜品 雪糕蛋糕吃 效果很好 減得不太辛苦 但如果那天吃得多東西 就會多瘦幾次 但可以接受 其實你吃了兩星期後 便便便就會穩定 您不要悶閃 像之前那麼多 就只可以轉一天一次 但不是減不了 最開心的是 這是最愛的 我會跟大家分享 這個是酒樽的下ja 這是這位受了很多 這位受了很多 等於你肝的功能ば誰好 她變縮 special 而且我這件衣服更鬆多 我今天都挺開心的 我給你們看 這件衣服一向都穿得我不避 但我想我很久沒有穿一些方向的衣服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是穿 我上班時是藍圍裙的 很多時候我都是穿T-shirt 裙子 我踢對球鞋就上班了 今天我是去了律師樓 現在律師樓的人都穿得很隨便 我師爺穿得很隨便 我都不穿那麼方向的衣服 但今天試這件衣服手機很多 都很開心的 所以你們可以試30包的大合裝 送一次基緊30包 我很喜歡介紹人做基緊30包 因為我覺得他舉的訊號 對於身體來說是非常好的 對於腦袋是很好的 你的賀爾蒙是很好的 我也可以試試試用妝 有什麼PM我 拜拜 吃了兩個星期 第五腦是很好的 你的賀爾蒙是很好的 也可以試試試用妝 有什麼PM我 拜拜